水保局华林分局今年透过了发展绿色照护 将农村环境、植物等自然元素融合健康照护理念 成立绿色照护站 透过了健康营养咨询、血压、粮测等服务 照顾农村长辈的健康 协助在地高龄者健康老化之外 也吸引社区高龄长者来进入绿造站 体验人与自然事物互动之历程来疗愈身心 丰山社区发展协会绿造站今天上午正式启用 绿造站将长辈们学习课程融入绿色元素 邀请专业老师指导65岁以上的高龄者 办理各式各样的DIY创作、绿饮食、绿栽培课程 激发长者学习兴趣、丰富生活、促进健康 设计系统是我们花园是第一个开战的 为了这个绿造站我们也从去年就开始一直在努力 也感谢我们的前温室长他正式在出使 然后我们的温室长也是更大力的在推 社区协会理事长表示 温室站正式启用后不只能够更有效传达政府的政策宣导 也营造更友善高龄生活环境 使长者获得妥善照顾 以达协助在地高龄者在地健康老化的愿景 那我们去年度在花莲地区 我们总共有核定了14处的绿色照顾计划 那我们今天受封这个丰山社区 是第一个成立这个绿色照顾站的社区 那我们这个绿色照顾计划呢 我们大概有四大面向 绿饮食 绿疗育 绿陪伴 跟绿场域等等 那透过这四大面向呢 我们是来辅导社区的一些初老者 让他们有能力来帮助这些比较更老的长者 来照顾他们 在做这个绿色的照顾 希望我们这个将来这个 有达到这个老无老以及人无老的一个目标 由于老农活动不变 如能以较劲的生活区域据点 参加长照居家关怀 对老农是一件很棒的福利 而启用活动当中包括了水保局花联分局长 先议员张怀文 徐雪玉收封乡长 农会总干事等名义代表都相当重视 照顾站的启用 让高龄者愿意走出家门 走入人群 独居老人不孤单 更拉近了村与村之间人们的距离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